我買了一支冰糖葫蘆 這種五顏右色的一支 才能領第五塊錢耶 台灣甜妹東北吃糖葫蘆太軟夢 錄網全戀愛衝微博熱搜 曾在上海生活五年的台妹 憨憨日前到大陸東北遊玩 並在抖音分享旅遊點地 其中一幕讓大陸網友全融化了 我買了一支冰糖葫蘆 猜一下多少錢 這種五顏右色的一支 才能領第五塊錢耶 我大夠美 好便宜耶我天啊 這麼大錢 甜甜的嗓音瞬間征服大陸網友 台灣女生在東北第一次吃糖葫蘆 還衝上微博熱搜榜 豪然好可愛 台妹比冰糖葫蘆還甜 看老闆多聊兩句 可得再送一串 這甜聲吵架時怎麼辦 就這幾句夠我學一輩子了 喔 想去台灣咩 我可是我要怎麼過去 滑啊 其實我會往旁邊滑耶 是的 喂 他取不來了 他取不來了 除了近日到東北 蛤蛤的董儀平台 還有許多他在各地遊玩的影片 我就是這個姑娘 爆紅的蛤蛤也錄影片感謝粉絲 謝謝大家喜歡我的小視頻 看到我的視頻上的熱榜第一 我自己都驚呆了 色寵若景 謝謝大家喜歡 影片區真的是很搞笑 不能接收到很多很友好的 很友善的很熱情的言論以外 到一些比較好玩的 你不能送他一個虎牙當幕吊墜 想啥呢 有人糾正了我的用詞 他的用詞說 冰糖葫蘆不是叫一隻冰糖葫蘆 是叫做一串冰糖葫蘆 或一根冰糖葫蘆 但是我們這邊就是說一隻啊 一隻棉花糖 一隻香腸 不喜歡聽起來很親切嗎 對